大家好我是Dana 那今天我想要在线上跟大家分享一个Motive最新的眼影盘 它的名字叫Euphoria 那这个包装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蛮有种大地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天然的那种感觉 那其实就是它的包装是属于比较环保的 然后我可以给大家看看里面的颜色 OK那大家看完那个眼影在手上呈现的颜色之后 现在你们可以看到我的眼睛其实有一只眼睛已经画好了 那其中一个颜色就是我最喜欢的铁灰色 我很喜欢这个铁灰色是因为它有一个很漂亮的光泽感 就是不是那种暗沉的死灰色 那其实这颜色算是蛮蛮温和的那种烟熏妆 就是Smokey Eyes 比黑色的颜色来的温柔一点 比较不会那么的强烈 如果你很想要试烟熏妆又不敢太过突兀的颜色的话 其实铁灰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这个铁灰色我还蛮适合那种晚上的时候使用 那我现在就是来示范一下我怎么去画这个颜色 那当然必备的商品就是我们的iBase啊 我们的明星商品 那它的包装就是这个样子 它打开的它里面的颜色就是有点自然的那种淡淡的肤色 它就是可以让你就是涂抹在眼皮上 那你的眼影就是会有更持久更饱和的效果 那为了卫生起见 然后我就建议说大家要自备这个挖棒 不锈钢挖棒 就是再把那个iBase从挖棒上取出来 OK 那这是那个眼影刷 沾取这个iBase 那就是涂抹在你的眼皮上 通常我第一个下手的点就是会靠近双眼皮的部分 记得你要画漂亮的眼圈妆的话 那就是靠近睫毛的根部的颜色是最深的 然后就是慢慢的把力气放轻的往上带过那个颜色 那颜色就会从深到浅 OK 那就是我现在先来放那个iBase 靠近睫毛根部的地方 你可以先画一条这样子的细细的线 在睫毛的根部 然后剩下的颜色就是 底刷就可以这样子打痕的 底刷就可以这样子打痕的 一刀放轻的往上带 那接下来我们要用的刷子就是 烟熏妆必用的化妆刷 就是这个 其实它是圆头然后短短的 其中一个烟熏妆必用的刷子 那我会直接把它沾取我要的眼影 比如说这个铁灰色 直接示范给大家看 点点点点点点点 像你已经把眼影粉就是平均点在你的iBase上面之后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推匀它 因为你还是会看到 一小块一小块点点点 不均匀的状态 那记得就是左右左右 这样子来回的 轻轻的去把它推匀 然后再把力道放轻 慢慢往上的去 这样颜色就完成了 可是不要这样子就停了 一个好看的烟熏妆 除了那个深的颜色之外 也要一个浅的颜色 在深的颜色的边缘去把它晕上去 这样颜色会呈现得更漂亮 那这时候我会 像如果浅色的话 我蛮喜欢用这个blending brush 这也是一个很必备的一个化妆刷 一定要用的 那就是用这个颜色 去在灰色的眼影上面去 带出漸层那种晕染的效果 这样会让那个灰色的边缘 呈现更朦胧更漂亮的层次感 OK 给大家看一下 OK 那接下来就是希望可以 大家就是买到了新的眼影盘 自己可以在家也来玩玩看 OK 那期待我们下次在线上见 拜拜